作词 李妙! 作曲 写 林志词 文档 作词 李妙! 这是一场心灵的交锋 就像飞银 无惧累积 用一双翅膀 开一天颇云 守着一份执着 勇敢前行 我们的青春 不负那些美好的光景 我们的信念 终将融化剑影的寒冰 我们的事业 能找出世界天平转行 我们的启程 能看到金色的光影 资金已经到这儿了 你是说保底的钱 行啊 把我路算你进去了啊 这里面有我的身份证和银行卡 密码会告诉你的 有什么事跟我律师的气 正希 新店 有人在小规模收购南海的股票 师傅很狡猾 亏你还叫他一声师傅 不至于做到这个程度吧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 我的目的 就是搞垮宗一难 欣姐 你不知道 那天海映那张总 来公司 妈呀 嚣张的呀 跟我们说 小兄弟呀 就是你们续总今天在这儿 也不能做这么大主 这给我俩气的 你才后来怎么着 把人家打了 我特想打他 那有有 还好王总第一次出现了 对 王总一来 低头哈腰你知道吗 谁是主子一目了然 对吧 看来这是在说我的好话呢 王总 正好说到你呢 哎 坐吧 坐吧 快坐吧 你们就光说王总啊 我怎么觉得我才是最大的功臣 都不提我吧 你是最大受益者好吗 谢谢 来 王总 谢谢 辛苦你了 之前 我也反对薛峰瞒着你的 可是他坚持 我也没办法 看来他跟你说了不少事情 你别多想 有件事情 我很想跟你商量呢 我就是一个打工的 跟我商量什么呀 别这么说 经过这一次 海翔已经正式成为 可以独当一面的公司 我们想把公司牵到你家 这样会有更大的发展 这个主意挺好的 只不过 为什么要跟我商量 这边的公司 会变成分公司 依然存在 我希望你可以成为公司的一把手 高额的年薪 副总裁的单一 谢谢 我呢 是给薛峰打工的 如果他不需要我的时候 告诉我就好 谢谢你 不是 别放你们俩喝啊 咱们一起啊 对不对 来来来 一起一起 来来来 一起一起 那个萧飞 是萧建的什么人 她是萧建的哥哥 姑娘 你明天呢 整理一下所有散户的资金 不但要把他们应得的利润给他们 还要给他们增加百分之三的收益 尤其是这个消费 从明天起 海翔的事情 就都交给你了 交给我 对 我会给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从明天起 你就是海翔的执行CEO 哥 你开什么玩笑 我连大学都没念过 我也没念过 可大家都喜欢你 信赖你 您有这个能力 我看在眼里 那你呢 我想和陈欣去意大利 哥 你这是图意的责任哪 你放心 我会等 海翔一切都平稳了以后再离开 以后有什么问题 你也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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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耍了 董事会应该来人了吧 是 再来个路上了 谁 路遥 我想到过 我说他可能会背后的对付我 没想到 跟董事会走得这么近 我白虎 李经理 那只能麻烦你 把我东西送回家去了 跟他们说啊 别等我了 我回不去了 我回不去了 好啊 董事长 我想他们还没有确切证据 年轻啊 天真 嫩 这事藏得住吗 藏不住 这个给你 你把它交给董事会 这个可以证明你跟这事没有任何的关系 赶紧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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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准家里边人还等着你一起吃饭呢 没准那个凉拌黄瓜菜都凉了 凉拌黄瓜菜都凉了 凉拌黄瓜菜都凉了 董事长 董事长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不过 对不起 这事 我做不出来 而且我想 我在这宏远也看不长了 我的好兄弟 我的好兄弟 我希望你 我希望你 最后再帮我办一件事 事成之后 你马上回到国外 一辈子都不要再回来 好 你说 不 跟我做一笔 大数我资金的家政 多少 一点而已 到时候 没有人跟你接头 我会把我生育的资产权 都递给你 足够你们一家子 下半辈子过日子的了 我会把我生育的资产权 只是你永远 永远 不要 我没有 好 直到你被带走了 都没有见过别人 是 是 我最后见到的人就是陆瑶 这么说那一点而已是不一而非的 可以这么说吧 赵颇海的死是谁干的 小警官 我真不知道 小警官这个我真不知道 小警官这个我真不知道 你是那么害怕那个人 旭峰也确定那个人就是害死他父亲的凶手 你俩就那么害怕那个人 那个人是什么样的势力 让你们这么聚拔的 让你们这么聚拔的 小警官 小警官 我太太今天去医院做检查了 你去把她接回来 好的 什么人 怎么进来的 怎么进来的 宋葬指导 别慌 龙哥 让我来看望你 请坐 老苏 好久不见 嘿嘿 容哥气色相当不错呀 这是在哪儿呢 我答应借给你钱 我可没说我不参与啊 老苏 我听说一件不好的事 你这经理门户 让你损失不少钱吧 容哥 表面上看 我是跟旭风斗 其实我真正的对手 老是海逸集团 王震东那个老顽固啊 海逸集团 这几年做的风生水起啊 在宁江跟您的那个三河系 有一阵高下之士 我是这么想的 我如果在明海 能把他压制住 那你在宁江 不是少了个竞争对手吗 你要早这么说 我给你投一大笔钱 一点也太少了 我怕再多了 还不上该跳楼了 老苏 这点沉这么烂骨子事 你还记得 我早就忘了 牵扯之鉴 行 既然你不打算跟我合作 那这笔钱 就算我借给你的 好 送东西的 保重 送东西的 保重 那给我吧 干爹 他这是在忌讳你啊 老松这个老狐狸啊 就是不想让我插手 问他事 那可有不得他 我倒对他 那个扫地出门的徒弟挺感兴趣 你说逼着老松 都跟我来借钱了 了不起 干爹 您看要不要安排 跟他见一面 不用 我对这个人已经很了解了 好 我 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人是谁 龙哥 是谁 要不徐丰也不会这么大费主张的 捣毁三盒戏 徐丰把三盒戏给毁了 那他自己人呢 死吧 死吧 我 小警官 我知道的我都说了 但是最后 我再给你们透露一个许峰的讯息 这小子 这一辈子心里边 最在意的就是 陈欣 苏院长 谢谢 有什么收获 猜对一大半 从他刚才的反应来看 旭峰是真的要毁了三合系 那这个龙哥 就是旭峰的目标 对了 你有什么发现吗 到现在为止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首先忽略了一个 叫陈欣的姑娘 打电话给夏冰 让她查一下陈欣 还有 告诉她 我们回宁江 好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那如果陈欣是意大利国籍的话 调查她可能就要向国际刑警 申请援助了 这需要一段时间 不过就奇怪了 这陈欣跟你一点二亿 有什么关系呢 肖剑认为这一点二亿 可能与龙哥有关 如果能查到这笔钱的出处 就能找到徐峰的下落 但宋依然就提供了这个 陈欣一条线索 好 我安排人去查 老何 肖剑最近怎么样 说实话 自从来到明海 她的心情就一直不好 直到今天才有点好转 那看样子 徐峰可能真的没有死 说不定真的是这样 肖剑这个人虽然有点混不泪 但她在贪案方面的直觉 一直都很准 老何 麻烦你帮我转告肖剑 现在是特殊时期 你们应该回来了 知道了 我们这几天 就尽快回宁江一趟 向您汇报具体的情况 好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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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uldn't forget to come back to you 喂 张华 好 我在火站等肖剑呢 对 我们说好今天一起回宁江 肖剑已经申请调职了 你说什么 他申请调职留在明海经侦支队了 你真的都想好了吗 你在宁江可是扒尖的呀 到了我们这儿 那得从头再来了 林副局长 我已经想好了 我已经向林顿队长提交了报告 我希望能够同意我的加入 从宁江行政支队 调到我们明海经政支队 是个同行都会说 你是在自毁前程了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呢 随着时代的发展 经济犯罪越来越多 小刀影响老百姓切身的利益 大刀影响国家的经济 动摇国家根捷 我就是经认对我来说有意义 好 欢迎你加入 小刀影响国家根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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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 你咱们有个影响国家的 那是你咱们有顶鞭 就是你咱们大俩 你不草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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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好 你这是什么 别说了 夏兵让我转告你 这几天咱们尽快回宁江一看 失败回去了 那我准备准备去 好吧 把周辉带上 在上次三河系赌场案中 露头了一个重要的嫌疑人 就已经拘捕的犯人交代 他是唯一掌握洗钱渠道的关键人 外号管家 真名管玉涛河北宝钉领 别动 别动 他唯一的工作信息 是15年前在中欧一带做过导游 因此 我们也断定三河系洗钱渠道就在中欧一带 也可以说 这个管玉涛是我们要了解三河系 背后源头的关键人物 不惜一切代价 我们也要抓住他 好 具体任务 曹瑞来布置 是 邻居 是 邻居 你继续 现在情况是这样 在我们发布了通缉令之后 接到了群众的举报 有人在关渡镇见到过这个管家 所以我们目前判断 嫌疑人很有可能并没有逃离领海 那么结合当地的情况 关渡镇附近有很多的外域码头 嫌疑人想利用水路出逃的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水路 现在这样 大家分成六个组 每个组带着自己手下的人 给我在指定的区域 进行严格的搜索与搜索 务必争取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抓住这个管渡镇 都有没有问题 没有票 邻居 您有什么指示 我没什么 小队 散会 各自准备 小队 你怎么过来了 我来找邻居 你现在可以啊 以前让你讲话磕磕磕磕的 现在锻炼得不错 没说 不过办案的速度可降下来了啊 这么长时间了 连犯罪嫌疑人都抓不到 是不是要丢我们的脸啊 邻居 我去盯着那个 各组的部署情况去 忙你的 去吧 谢谢你下载 曹瑞这小子有意思啊 给你练出来 他呀 傻着呢 师傅 想跟您申请个事 说 想申请国际刑警组织 帮忙调查一个嫌疑人 陈欣 跟徐峰有关 是 他是徐峰的前女友 意大利级 我马上跟刑警组织不联线 是肖剑传回来的消息 意大利级 我马上跟刑警组织不联线 陈欣 陈欣 这都带半口了呀 真是腻话呀 你说这吃的也差 再这么下去 别说逃不到境外 早饿死 你 知道你们受了罪 但是现在风声太紧 咱们走不了 等到了境外 我保你们荣华富贵 像七大象 养孔雀 这都不是事 但是现在 都给我把怨气收一收 是是是 管业 我们也没什么怨气 把您给吵醒了 不好意思 没事 我也是肚子饿了 出去找点吃的 你们等着我 不 要不咱哥俩去吧 不用 我一会儿就不得了 先别吹刀丧气啊 我琢磨着 这管家在赌场是管钱的 你说 他身上能没有保底的钱吗 你的意思是 他这人小气 你不肯拿钱出来给咱哥俩呢 真傻得可怜 别说我傻 我一点都不傻 他身上有钱 咱俩才跟着他 对吗 嗯 你说 你说 要是咱俩把钱给弄出来 我们还用受这份罪吗 我明白了 你是想动手干的 警察通缉的是他 咱俩小子谁注意得到 跟着他 反而把咱俩给搭进去了 对 有道理 你说得对 那 咱们怎么弄 搜索他 你说他能把钱带身上吗 肯定是藏哪儿 那就等他回来把他绑了 再问他 兄弟 干了这事 咱俩就回不了头了 回什么头 咱们都混得什么熊样的 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说敢 咱就敢 自由 真的 老师 又丢了多少 丢了不少 我花钱雇你来是看店的 这才几天都差不多快丢了大半个店 我不管那个丢了多少 从你工资里面扣多少 对不起 老板 眼睛不是长在屁股上的 你自己看着办啊 少老板 欢迎帮人 来的时候没有尾巴巴 放心 我紧身着呢 两天之后再来什么头 后边两点 你会有人接你 我上次要的东西 带了吗 你信不过我 只是为了方舍 那东西来得不容易 价格能够长 多少你来定 事长了一起回你 来点东西 对不起 你还可以做的 这儿 哎 怎么回事啊 老何 怎么回事啊 你报复心态强了你啊 小心眼吧你 故意的吧你 这一路一路鞠躬的 睡得好好的 还就是 你这 人怎么说风就是雨 说走就走 周慧 累不累啊 我饿 你这觉悟也不高 听好了 原来那老金针出差的时候 那针叫风餐露宿 条件比咱现在差远了 现在条件好很多了 你这又累又饿的 原来还想告诉你 跟你说说什么年终奖的事 现在我看算了 不 师傅 我一点也不累 一点也不饿 您有啥事您吩咐 您看看 你瞅瞅你这丫头 怎么一点都不矜持啊 你师傅她 都自食难保了 还年中奖金呢 看看你这一样 这小心眼的样 我这么做为什么 我这么做不是为工作 从明海到宁江 一来一回 多少时间这是 浪不浪费工作 你就偏要回家啊 对 咱说了你和弟妹 那么多年了 如交四期平时就行了 现在腻不腻吧呀 行行行 下次我媳妇做饭 您看别动筷子啊 哪次不是你吃的多 行行行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啊 我害老何见不着老婆 我害周慧同志肚子饿 你这儿 你一会儿到前面 这便利店停一下 给你们买吃的行不行啊 赵鱼 杀李 没其他东西了吗 没了 真的没有吗 没了 人家虎来踹什么 你有病吗 怎么着 痛痛去骂人啊 你什么结不结账 回去 快点 快点 你去 去 去 走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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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慧 买点吃的啊 好嘞 欢迎莫林 来 这怎么弄乱走啊 三瓶水 手机没带上来的钱可以吗 来 六块 来 不好意思 机器这两天老抽固着 你先买东西 你等会一起算 不是 有个业务不熟练 那我先喝一瓶啊 师傅 这牛肉干吗 哎 不买紧带 走 走 岗队 这个人可能有问题 我刚才发现地上有血迹 快 快点 快点 开车 快点 开车 快点 开车 靠边把车停下 靠边把车停下 推手 靠边把车停下来 就是这个 曹队 这是调出来的监控 根据对周围居民的询问 就是这家 都记定点啊 谁 谁啊 我自己的监控 我自己的伤害 你确定你 你什么误会 我自己的伤害 我自己的伤害 别动 别动 没人 别动 没人 管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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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别动 老河 靠起来 打个人让人令 好 好 喂 泪水不折 从何而来 坚强吹散 眼中的隐瞒 曾经害怕 抓不住未来 才让自己漂浮在 人潜潜 人潮任海 明天的对错 不用去猜 信仰还在 远的等待 就算 就算耗尽自己所有 也不让灵魂描绕如尘埃 空过心 空过心 是一片宁静的海 总有月光洒在白云外 遥远离 远离 远途中 忽然想起天赖 一路慷慨中将看到美好未来 遥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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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途中 忽然想起天赖 一路慷慨中将看到美好未来 一路慷慨中将看到美好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